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你只是怀疑 那我都调查出结果来了 为什么你还要怀疑 这不证明我调查有遗漏吗 我现在就不明白我这遗漏在哪 不 我就是一种感觉 你干嘛生这么大气 帖子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在刑警队以后没法干了 你看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就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 你看既然是看法不同 你说你调查的结果跟我有什么不同 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真的 你那当初我就不应该问这事就对了呗 那好我不问了就完了呗 对不对 不是我以前跟你说过 咱们调查案件的事 这事有证据 是我错我不应该问 不是你错了 这样的话我调查不就多余了吗 我调查这事干嘛 我不问了 我说不惯你 你imoki 这个咱们怎么打掣 这个咱们的地方 根本就数人一下 不吗 吃吗 蹲下 那感受一下 我是孙亦凡 姐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好 马上过去 你们围在这儿干嘛 就是来要我们的工资 已经几个月没给了 公司也不给个说法 你是不是来要账的 不不不 我来找个人 这时候还找什么人呢 你们让我有什么办法 一会儿我弟弟就来了 你们就不能等一等吗 都等好几个月了孩子 那不是什么人 那是什么人 那是什么人 那也都没有 那你给我 你想办法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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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你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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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自信 当然 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当时说你们的选择是没错的 你记得吗 记得 你们问我选择什么路 我说我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 我当时以为你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干警察这行 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我这干这行年头太多了 不能再使我兴奋起来了 如果我要是再不换换环境 那我可真就是死路一条 你这是不是太偏激了一点 不 我指的死路不是说 不是说干警察这职业 而是我的心态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跟帖子说了吗 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事要先跟他说了 说我不干警察了 他非给我嚷嚷不可 所以我来找你 我想先跟你说 跟你说完了之后 咱们两个人再找他 一凡 别说是跟帖子说 你现在跟我说 我都要考虑考虑 不是 你以为你一句话不说 就装了什么事也不知道 是不是 我告诉你萧文平 你告诉我干嘛 又不是我要走 你要让你吐他 你跟我没关系 怎么跟你没关系 你本来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去劝他 你那好一句话不说你什么意思 这不明显 你们站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我没劝他 你是大哥 他是兄弟 你是局长 他是部下 你要劝他能走吗 哎 行了行了 你们别吵了 这也不是文平的事 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哎 不是你做那干嘛 你啊 我做事好 我怕你变成疯狗 待会咬我 你看他说什么 铁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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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 不是 一凡 真的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如果这样的话 我先给你陪着道歉 真的 铁子你听我说 咱们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了 在警校的时候 咱们三个就是最好的兄弟 我要是对你有意见 我从来都是当面说 我用不着这样 不是 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你看你是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就是为了报答大姐 也为了我自己再开拓一次 我真是没法理解你这个决定 真的 你这这 我也知道你下了很大决心 但是你说 哎 我说这样行不行 一盘一盘 咱们仨呢 今天晚上都回家 让老太太给咱包饺子 哎 如果你的这个决定不变 就算我们给你践行了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就算我和那个文凭呢 哎 欢迎你回来 怎么样 行不行 啊 哎 我们说清楚啊 我跟你不是一块的 要欢迎我自己会欢迎 哎呀 你小啰嗦吧 你的事我跟我玩的说 哎 哎 那就这么定了 有什么事 咱们晚上再说 行 走 跟帖子和文凭比啊 你是最有主见的了 妈相信你 到哪儿你都能干好 妈 你放心 不管到哪儿我都会回来看你的 哎 再说我也不离开这城市 我还得回来吃你包饺子 那你放心吧 那就对了 可是啊 一往后啊 就是伤人了 啊 这时间上 他不容困了 那么的 你要想吃饺子 给妈来电话 妈包好给你送去 啊 妈 哎 我给你打电话 嗯 啊 那铁子还是嫉妒死啊 我跟你说 你看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只要能把他留下来 就算你的一大功 不用你算 我比你还想把他留下来 你看得出 他现在下来的决心是很大的 谁有能力把他拉回来 你们两个 我能管得了谁 不是 你这个当局长 那手下你都管不了 你还能干什么 你现在把我当局长了 不是 我什么时候没把你当局长 关键时候你想撤啊 我没那意思 你就说吧 想怎么办 这样 一会儿啊 咱们俩一块儿说 说说咱们学校的事 看能不能感动这小子 大妈 我回来了 哎呦 哎呀 回来了 大大哥您好 好 妈好的心事 好 越多越老 怎么样 这块儿啊 都是饿死果脱上的 妈我都快饿死了 是啊 我先认识饿 你歇会儿吧 我和大妈就行了 来 爸爸没情况 好 我抽个烟吧 哎 不是 根本不是 不是要这么简单 那用着咱们咱们俩这么商量 这么不行那么不行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说 我什么不想说 我 说什么 都不给我抽个烟的 谁啊 没说什么 想说啥一会儿吃饭就吃了 快收拾桌子吧 好好收拾桌子 哎 好了啊 怎么说你把它留下就行了 就这么定 我走了 我走了 小胖 小胖 你知道吗 孙队要走了 去哪儿 辞职啊 你听谁说的 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真的 她为什么要辞职啊 还不就是她姐姐公司的事儿 好像这回啊 她一定得走了 那代价太大了 她都干了这么长时间巡警了 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也看不清楚 齐同 你来玩吧 不 你玩吧 我看着你玩就行了 那我也不玩了 咱们聊天吧 好啊 哎 你上网了吗 哦 有时候上 最近一直没上 哎 那咱现在上网上看看吧 今天就算了吧 挺耽误时间的 挺耽误时间的 好吧 是不是 天子 你啊 我那啊 突然袭击了 不要不要不要太保持了 天子 问题啊 我跟你们说 人各有志 他总是 其实咱们三个志向是一致的 你憋的时候就说了 怎么说的你说 那时候是什么年龄 那时候充满了幻想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是做梦做梦的年龄了 行行行行 咱们不说梦 咱们说现实好不好 你孙一凡是个非常好的警察 不管齐铁有多勇敢 如果说吸引在只剩下他一个人 我不放心 齐铁的那个脾气 他要捅出什么个娄子来 连个踢到把门的人都没有 怎么能行 不然 我说 我说先 宇宙 你想 一凡啊 你听我说 文凡刚才说的 尽管是批评我 但是我也爱听 我第一次也爱听他说 真的 你看 这些年 靠你的聪明 我的胆 咱们不能说这个 都没有对手 但是起码咱们没掉过手 对 是不是 你走 文 文 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文凡今天说了一句人话 诶 他说的 诶 我什么时候没说人话 你下来 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从来没说人话 我在学校都没说人话 诶呀 就有一次那个什么表彰三老学的那个 你代表什么法言的说 你说什么 你说你说 对对对 他是这样说 我们呢之所以有了好的学习成绩 是因为食堂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 对 由于每个星期都有红烧肉 对 对 肚里有肉 心不慌 身体健康 渐渐向上 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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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崔之源师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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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红烧肉怎么没人动呢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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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烧肉来了 吃什么 他说胡烧肉咱们就乐 其实这个年轻的时候 谁没有做出那什么干法的事 你孙琳凡就没有做出什么丑事 你没有 铁子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训练完了 跑到宿舍 连跟猪一样的团床 我不记得 是我跟你还有几个咱们同学 一起把他抬到那个厕所边上 他在厕所边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醒来之后吓坏了 跑到我们跟家 这个完了我梦游了 昨天晚上都在厕所一晚上的 你是不是有这事 没有 没有 中了中了 别提那些臣臣乱死的事 铁哥 来 早咱们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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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吃吧 哎呀 哎呀 瞅你笑啥呀 哎 我跟你说啊 你看你 他们说 他们说学习好是因为吃红烧肉吃的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这风风雨雨二十年 哎呀想到多个事啊 哎哎哎一半 你难道就不留念这些啊 怎么不留念 我啊 我不是一个旺本人 好 今后不管我干什么 我都不会忘记 咱们在一起生活过的时间 好啊 好啊 哈哈哈哈 也好 一帆 不管怎么样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跟帖子就不准差 帖子你说呢 要言对你知 我内部的存心 但是真的好 第一 当女察女士靠着自己 你记得伤 我绝对相信你在伤界 第三 三个三 兄弟那种事 天啊 你不要放心 不管我是干新鲜或是金伤 我都不会给你丢人的 你都是在伤界的 你会不会捡 都不会捡 你会不会捡 你要捡 你不捡 我捡 我这就捡 放 你这个 如果我在斩头中牺牲 你帮我埋在山岗上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如果我在斩头中牺牲 你帮我埋在山岗上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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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在斩头中牺牲 你就帮我埋在山岗上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阿朋友 再见 再见 我认为啊 这真正的情感呢 永远 或者说只能发生在男人和男人之间 这男女之间那种情分吧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里掺 为什么我不喜欢穷瑶的小说电视剧啊 你说她把这个男女之间那点事 她翻过来掉去的折腾 我没这意思 真的 你说一个老娘们她怎么会懂得男人和男人之间那点事呢 那才叫真正的情感 伟大 光荣 正确 你这 你这观点我不同意 那么说 你别说了 我一说的话就有人给我上课 今天咱不上这课行不行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一点敢认识 错也好 对也好 你得允许我保留这点认识的权利嘛 是不是啊 归根到底呀 我这点认识跟我当警察没啥关系 哎 我当警察是这么认识 我当罪犯我还是这么认识 哎呀 这人哪就是难说 你说 昨天还是咱们新一队副队长呢 今天是公司老总了 嘿嘿 我真不知道啊 以后在马路上见到孙队 我该叫他什么呢 他当然是叫孙总啊 韩梁 哎 是不是太羡慕孙队啊 嗯 有点 哎 你说我要是有个姐夫是老总的话 那我还不得混个副总干干 哎 哎 亮总啊 您能不能把您给推 下 啊 我这可是人工安的办公主 哎 什么叫亮总啊 那一个叫鼻子怎么有性 哎 哎 哎 你不给老爷们争口气 真是 这男族啊 想来就臭 你瞧我们女族多牛啊 世界亚军 给 什么 这是上案子结案报告 哎 对了 下午身序上拍个人去开会啊 开会 你找个人 你找衣服 翻走了 行 我知道了 哎 哎 小姐 这里面呢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们新调来的部队长 以后啊 你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等会儿再介绍我 不介绍 过来一下 别的 小鹏 哎 小鹏 我是来报到的 不 他呀 已经调到新领队正式任务 副队长 哦 好行啊 欢迎欢迎欢迎 哎 齐队 以后希望多多指教 什么叫 这五箱指教呗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觉得咱们队里的内务太乱了 是啊 这帮小鹏他也不收拾啊 你看 哎你来了好 我看你就把这事抓起来吧 哎正好 那个教导员一半回不来 你把教导员的工作也干起来 好啊 哎 下午市局不有那个精神文明会吗 我也没时间的 你去吧 可以 哈哈 没给大伙介绍的吗 谁刘芳啊 哎 给大伙介绍一下 顺便那个大伙也都自我介绍一下啊 哎 哎 哎 哈哈 你笑什么笑 你 你不整我吗 你明明知道我和他姐姐是个关系 你怎么这 哎 工作上的事别扯成了私人恩怨啊 我告诉你一天 这小伙子很不错 以后你就知道了 哎呀我早就知道 你刚才还跟我整这 你干嘛呀至于吗 你们站着这些小伙子们也该管家管家 应该让他们懂点规矩 好 出去吧 菜都齐了我看 好 我这自我介绍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尽管可以来找我 我愿意利用一切机会和大家进行沟通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现在公司面临困境 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对公司的现状进行研究 然后找出原因 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 积极的和我配合 给我出谋划策 只要是对公司有利的 我会接受 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孙总 您可能是对困难还不是十分的了解 咱们公司目前的现状 如果没有一大笔资金的注入 恐怕就是神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 只要有一大笔资金注入 这公司就会好起来 对吧 是这样 可是这可是一大笔 要不然咱们公司也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金币 没错 如果根本没有希望的话 员工们也不会闹 但是大家想都没有 如果公司垮掉了 对各位没有任何好处 各位都是我姐夫请到公司来的 他之所以把你们请到公司来 是因为他相信你们的能力 而且你们已经为公司注入了心血 那么我和我姐夫一样 我同样相信大家的能力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我想一定会把公司搞好的 关于资金的问题 我来解决 如果一期解决不了 那么我们就分期解决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那么公司内部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配合 我拜托大家 我先谢谢大家 你干嘛去 大哥 大妈睡着了 我先回家一趟 晚上再过来 那我送你吧 你不吃饭了 那我就先不吃了 走 真的呀 正好让大妈多睡一会儿 来来来来 我也享受一下刑警队长 给我当司机的待遇 不错 我这又不是第一次拉你 那可不一样 前两次你可不是自愿的 这次是有人求着给我当司机 你说我要不给你这个面子吧 也不太合适 我看你整笔子上脸呢 你小心半路我把你卖了 你把我卖了 我把你卖了 你还帮我数钱呢 臭美 我真给你扔去了 救命啊 有人谋财害命了 谋财害命了 救命啊 有人谋财害命了 有人谋财害命了 你一个ピad 他已经告诉我 郑为友谋财害命了 你老六 引擎我尽管 你盲尽老四 我们家一个亲戚 神经病 我送 administer medicines 好的 你赶紧出来 好的 十秒 你看神经病 讨厌 你真得查查你们家病史 看有没有那个神经病基因 你告诉你 我就是神经病 怎么着 你再说我神经病又喊了 还治不了你了 走吧 不到我们家坐会去 我呀 我怕你把我吃了 有那么严重吗 我是想让你去我们家吃点东西 省得你回家把大妈吵醒了 非常好吃 特别好吃好吃 走走走走 走 我最主要是怕 改名给你给我来送锦旗来 还得偷着来 谁给你送锦旗啊 哟大妈 你又转出来抓坏人来了 就是嘛 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 鬼头鬼脑的 又想干什么坏事啊 啊 您忙着啊 哎 进来了 怎么样 哎呦 我尝尝呀 人家弄挺干净啊 你以为我是个琴棺啊 你坐会儿 我给你俩吃吃吃 嗯 哎 这个戴眼镜是你妈妈 嗯 你爸爸呢 问那么多了妈 没事歇会儿 哎 这是不是那个那个曹教导员呢 对 哈哈 啊这还有个厨房 啊里边还进屋子 嗯 好了来吃吧 你就请我吃这个 怎么了 我还不是回去吃方便面呢 懂不懂啊这是健康食品 方便面是什么 整个一方骨剂 哎你别说了 吃方便面还真有好处 怎么你比方便还有研究啊 是啊 时间长了不洗澡 身上不会犯臭味 啊 有防腐剂扛着 什么细菌都不怕 别说批人你 你会不说正经话 正经话谁不会说啊 那得看跟谁说 跟你说你听懂吗 哎哎 饭 小子 有人袁老师没教你啊 饭前便后要洗手 行行行行行 你这喝完饭前便会要洗手 那么多事 洗洗洗洗洗 洗下 哪洗 喂 你家是你这人啊 嗯 你妈妈呢 哎去世了呗 要不然我能这么自由 没个人管 你还要问什么 你爸妈在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嫁一女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怎么 你爸爸嫁给一个女人 怎么了 为了当官嫁一高干子女 不行吗 什么也说不行 我说他管管你啊 他管我 他倒想了这 我压根就不理他 做梦 为什么 你干嘛呀 心理咨询啊 关心关心你还怎么不行啊 行啊 只要你愿意 哎 我可以告诉你 压根就瞧不起他 作为一个男人可以不负责任 把我和我妈扔下 对啊 他居然还冠冕堂皇的说 哦 跟我妈离婚是因为我妈没照顾好这个家 没照顾好我 你说这不是卑鄙无耻是吗 所以啊 我不仅这辈子不理他 就下辈子 他想跟我说一句话要做梦 哎 你怎么吃啊 吃过啊 不是 我刚才想我女儿了 哦 我好像听大妈说 你女儿那个 是是是 哎呀 你说她要长大了 活着 会怎么看我呢 我也是 我也是经常说自己工作忙 过不了这个家 哎你妈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 哦 这么多年就一个人生活 嗯 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我当小偷了是吧 我是说你难怪啊 你一人生活能力这么强啊 少来吧 还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要敢笑你 快吃吧 今天呢你的发言很不错 句句都说在点子上 看来我是把你调洗女的那是调队了 小姐啊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我在队里要搞几项基本措施 不用不用不用 你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看看就行 我告诉你啊 齐铁啊是个非常好的心情 但是呢 他就会破案 其他事他一概不管 不过话也说回来他 他是不会管 因此你过去之后 你一定要把那些事管起来 啊 你别小看哦 那些事很重要的啊 就是 不能说这些也是表面文章 精神灭亡好了 工作状态就会不一样 对 我把你调刑警队调队了 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你好好干 我全力以赴支持你啊 谢谢您小军 小鹏啊 还有一件事啊 这个 我知道 你跟帖子的关系 小军 您放心 我会以工作为重的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帖子和你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啊 给他们两个 做做工作 其实他们两个人 过去的感情基础 一直是很不错 而且现在呢 两个人都在单独过 小军 这件事情 我不太好说话 毕竟是我姐姐个人的事情 不过 我可以去问我姐姐 这样你看行吗 对对对对 这事不能急 得慢慢来 哎呀 这个齐铁啊 这狗东西的个人问题 一直使我快性病 齐铁 齐铁对我姐姐一直不是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跟齐铁储长了就明白 她是个很好的人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想赶快进入工作状态 下午了解一下对你的基本情况 好 那你赶快回去吧 哎 好 黄小勇 到 黄启东 是 说到 到 刘芳 到 夏虚东 到 江文刚 到 杨庆山 到 杨庆山 说到 到 杨庆山 到 周勇 到 他没来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下夜班 刘建厂 到 李亮 到 李亮 朱雷 到 齐铁 到 齐铁 你迟到了 我 是我堵车了 今天 我们首先将队里内务整理好 有了好的环境 我们才能经营甚至工作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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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一点力气都没有 再说一遍 明白了吗 明白 开始 齐队 你和我负责把队长办公室打扫一遍 好好好 首先把唐椅搬出去 齐盖 这也太过分了 过什么份 不应该 我告诉你 过去我就没时间管你们 刚才他让我帮什么 唐椅 你给我把唐椅搬走 齐盖你让一下 非先扫这儿 你又不是 这一下午 人得折腾 你挺累的 过来了 牛花 好亏你还笑得出来 他得是把我往死里整 哭啊 还能唱得出来 你 还唱 我现在死的心都有 你说这徐队还真是烈 没来两天吧 这全队的人的名字 他都能叫出来 你想咱那块偷个喇吧 他点出你名字来了 你说他怎么分辨的 还怎么分辨的 他过去干嘛 他管武警的 武警多少人 我们才是几个人呢 我就觉得咱这也不是部队 你说这体能训练对咱 有什么 我说啊 那个什么 那个 就这个体能训练呢 对咱们刑警队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真的真的 那个徐队不是说了吗 这个再过三天呢 这疲劳期一过 咱就没事了 真的 另外 我觉得还有一点呢 这个徐队说的比较好 就说 你这玩意儿上瘾 你要练超过半年呢 你不练不行 你挡都挡不住 你哪会成法律风啊 那是邪教 你刚才你背我那一下 背这个太狠了 你哪能那样 开始不能太忙 我那一下 我的胳膊都 这事啊 齐队啊 我想明天 搞半天的格斗训练 你看怎么样 还搞格斗啊 怎么 累了 咱们搞醒领的 体力不会这么差了 不 要是不是特别累 搞不好搞不好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要死人呢 你放心 我们这公司肯定会有发展前途的 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不不 我不是想让你一次给我们公司 这么大数额的贷款 咱们可以分期来 我没这意思 我过去帮你是因为我是警察 就是我不帮你 别人也会帮你的 对 哎 现在我是以公司的名义债款 对 那关于公关的费用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 你说再考虑考虑 好 不 我请你 我请你 好 好 再见 谢谢 孙总 哎呦 哎呦 李老板 哎呀 你这儿比我那儿可是气快多了 哎 怎么样 总经理的滋味不好成吗 不好当了 你看 谢谢谢谢 坐坐坐 哎呦 怎么今儿有空来啊 好 听说你出来搞公司了 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可前两天为了一 搞一块地皮 我也是焦头烂的 这不 一直到今天 才有时间来跟你祝贺 好 谢谢谢谢 啊 你姐夫 我以前也听说过 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她的项目在我们市 也是非常有名的 绝对是大手笔 可惜啊 壮志为仇啊 哎 孙总 你可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哎呀 我现在是拆东墙补西墙 太难了 我要是能把眼前这困境挺过去 那我就烧高香了 哎 别那么悲观嘛 生意场上 我告诉你 变幻莫测 说不定你哪一天就柳暗花明了呢 就说我吧 前两天搞了一块地皮啊 也是个大动作 我现在也是两手空空啊 哈 不瞒你说 我把高儿夫都借了 可我不在乎 我只要有好的项目 我还不怕 没人来找我投资 你不也一样 你有好项目啊 可是要是不把眼前的困境挺过去 就是再好的项目 没有用啊 哎 是啊 这到底是 哎 这样吧 我公司呢 还有一笔备用金 要不 我先给你拨一部分过来 先让你度过这个难关 那怎么好意思 你现在也等着钱用 我怎么能好意思拿你的钱啊 你就别客气了 我没关系 说不定我过两天还能从别人那儿 要回一点别人欠我的钱 怎么地 也得让你先过这个关啊 这样 我回去跟徐姐说一下 让她把钱给你还到账上来 太好了 这笔钱算你借我的 等我公司还过来 我一定还你 咱们带利息的 钱当然要还了 可是利息就免贪了 谢谢 太感谢 我还是不太压害ed 不要说